最近热门的话题就是 郑文燦这个案 都是天象司法机关 是为政治服务的论调 所谓参效是有道理的 他是一个胖粥鱼 他是射牛 但是他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了以后 就算最后证明郑文燦无罪 好像政治前途也差不多结束了 就是他已经中伤了嘛 有一说一 我不认为他现在跟赖清德 还有那么竞争关系啦 真正可能影响到赖清德的 会是陈其迈 大家要在讲陈其迈是不是下一个 因为或许如果遇到 跟自己比较相关的时候 他态度不是这样 碰到郑文燦你就说不得不然 碰到台南你就说没这回事 那你的态度 很难不让人家政治联想了 总统现在都定调了嘛 没有人要去帮郑文燦讲话 你意思是赖清德总统 对郑文燦比我更残忍的对不对 当然啊 当然残忍多了啊 赖清德总统有没有讲过 好像有一点点去支持郑文燦的一句话 完全没有 中间感觉里面很多的人为操作的因素在里面 到底现在是办不下去还是办不上去 郑文燦之后下一位肯定是柯文 肯定是柯文燦 więc我们就别偿坏 과 我宝omen 我宝宝 宝尧 我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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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宝宝